0.25 0.25它也有四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其实像我25岁 结合我的经历和我现在的视角 我看到的东西 我的感情观是什么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吧 对于爱情这个概念 是什么样子的画面 他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这个专辑因为分四次发 它也代表着这个专辑的四分之一 在慢慢的试出 它也是被分成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因为这张专辑最早策划的时候 专辑的名字啊 专辑的整个想法都是他提的 那专辑跟单曲不一样的 就是专辑你从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 它的顺序和他每一首歌 递进要表达的那个情绪 都是要设计过的 他自己就特别的有这个想法 包括他专辑当中写了很多歌 然后也收了很多歌 因为我这个专辑是整体 是讲那个爱情的一个过程 一年二五 对他我又不希望他 我给到是一个高开低走的感觉 所以对于整张专辑来说 他其实可以算是这一整张专辑的一个制作人 到了被摧毁的年纪 穿不了相亲的回忆 又放又车 还能什么 快走过流程会让我分心了 《师傅什么是爱情》 这个最早的初步的样子是大概一两年前 我一直想写小滚的歌 它的主题就应该是一个情绪发现 所以慢慢的后来也是聊到说 你要不写一首劝分的歌吧 更多一层的理解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其实都不是自己的主业 我忙我的事业 然后我去应付你这期相信只是在分心 觉得在应用下 那个飞行 爱飞进来路都看如果听起来是顺的 因为我觉得反 本来我就觉得反心可能就是每个顺 我觉得身心比反心要 听起来会更顺一点 对对对 要而且还有一些 最开始这个歌名就是分了吧 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再炸烈一点的名字 我就想到了这个这个网络梗 师傅什么是爱情 师傅你相信爱情吗 不知道两把爱情 我作为那个师傅的话 你来问我什么是爱情 我哪管得了 我又没法左右你的爱情 就是一个很现实又很无奈的一个现状 嗨 我来了 拆一点的 我可以卡点大网 三点整 我想过要不是 如果在里面加一段有点像美声一点的那种风唱 你一会儿这个试一下 那种 那种那种 然后最后的那部分的那些副歌的就是 要给你填上 就是要电那个和声 就想电那种很大阵仗的那种 我觉得 以他的年纪来说是我见到过 就很少有他这个年纪能有这么多很具象的想法 比如就说我这首歌当中要加一个什么乐器 这里我想怎么唱 这里的设计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的和声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沉默的包护色 我该如何转折 我该如何转折 《何必行业恋者》 他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一段感情经历 就是他跟他的那段感情的一些拉扯 作为一个旁观者亲吧 算是能够把他写到这样子的一个歌里面来 他们的可能是面对爱情和一段感情当中 他反而会有一种 没有办法去接受 没有办法去承受 他需要去把自己关起来了 你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肯定你就会跟他说 他就是不喜欢了呗 他就是不想你你了 他就是不爱你了 但是作为当事人他就是很矛盾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 心里很纠结 很反复很矛盾的一个活动 第二盘他就是进阶去说 那感情这个东西 有时候你可能 爱是什么爱情看不清 就是英文一个词叫 love is blind 在其中的时候 它就是迷失自己的 是迷茫的 是你完全看不透的 被人和宇宙 汹涌的海啸 吞噬了孤岛 海人的浪潮 卷起着风暴 肆意的喧嚣 上中学的时候我干过的事就是 他要高考的时候 我给他写了一封那种加油信 然后还匿名写的 我觉得喜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嘛 不一定说你们要在一起还是怎么着的 但是作为一个表白就是让人家知道 你是一个很值得的人喜欢的 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可能你会甚至觉得自己 可能甚至就是压根不配 你会拥有快乐 但是你身陷其中 你就是无法自保 你璀璨身扬 我左半身扬 对着你无关 大家知道我喜欢喝美式去冰 我就看着 在飞机上看着这杯美式去冰 我说 我来写一首歌 我写什么呢 我写美式去冰嘛 因为有身边的朋友们说 很想再听到我写一首 像喜欢你那样子的甜甜的歌 我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甜甜的歌 美式去冰又是苦的 我总想在这个专制里面写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通过 一件物品 一个故事 怎么去把它串育成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感情观的一首歌 对能够稍微带一点自己的 小心思在里面 再想一下 这个专制就是说 舔过头了就是这样子 倒也不是 舔到上火 舔到上火 就是他 就是他并没有追到那个人 但是 并没有追到那个人 但是 这个 这个 过程还是很 还是很美好 这个歌 我之前也说过是很久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一开始有的出行 因为他其实讲的也是 就是一种迷失在感情里的状态 去写的更像一个真的就是绿野仙宗里面的整个的故事线把它放在一个现实的一个爱情故事里面 我掉进的那个奥兹国是不是就是掉入了一个爱情的梦境里面 然后我在里面被女巫追赶 我去走那个黄砖路 我想要回家 其实是不是我的潜意识在想要唤醒我 那么第三 part就是说到了道不明 因为你讲到了你看不清它的本质 你很难去表达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说什么 或者是在沟通之间总会有一些擦枪走火 倒霉遇上你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情侣之间的这种欢喜冤家 或者是吵吵闹闹的一个剧情 当时在写词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 变化石快砖吧 保卫扔了吧 不用接 为什么第一句写了这样的一句词呢 因为当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情况 法老师比较忙 然后你去网上一看 什么骑行旅游啊什么 我说好家伙 有时间骑自行车 没时间回 没时间写歌是不是 其实你要放在一段感情里面 其实也很成立 所以就有了这个灵感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现实 但是又很好玩的一些词 我就是很喜欢把它们用在我的歌上 喜欢之前的那种 之前那种 ok 我觉得太猛了一点 有点too much 对吧 对ok 然后你这个小一点 好 然后我就赶紧跑上去 后来你在录那个 这世界就是贝贝 为什么不是贝贝 我就突然就是 然后我 我 你 我是那个小伙伴 我说你没看到 法老师你唱那句话的时候 他脸都绿色了 这世界不是贝贝 为什么不是贝贝 为什么不是贝贝 我也不会为了 听你讲啊 我们电进酒店里看了 一晚的Rick & Morning 这世界不是贝贝 为什么不是贝贝 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可爱贝 在这个之后 把这个 把这个战火又升级了以后 就到了 琴场现行记 它就是一个 比较 血腥更暴力的一个画面 它整个歌就更加的 剧情 剧情化 很戏剧化的感觉 它有一点那种 就是我 其实刚刚 在飞上听 然后 我脑子里面 其实是演唱会的时候 要做的东西 就是那种比较 drama一点的那种感觉 演唱会会唱吗 得唱啊 这个当然得唱 这个我都已经想好 没有办法 这个歌应该算是我录的最久的一首了 这首歌我真的是录一会儿出去 得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录 你要是觉得最后一句话 觉得你怕早上的那个累 你可以躲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单独录这一句 这也ok ok 因为这个歌是真的 大家也能听出来 这个歌是太难了 真的很难 要不要录一首歌录这么久了 哇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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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整个人 很拧起来 然后颤抖 然后 伤痕累累 但是又还 嗯 就是 有那么一把劲儿想 还要让自己在涅槃重生的那种感觉 他这首歌很适合就是那种歌唱比赛 对 我们刚开始拿去就是参加比赛 战兽那种去秀唱功的那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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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ц 对 我 再也特别 我觉得 你试了 Ta 我 把它 丝 爱情到底是什么 就是可能我十首歌下来 我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到了最后就叫做它的结局 那这个结局它是一个打问号的一个结局 最后两首歌了 其实还挺重要的 所以当时找歌的时候 一直发来很多demo 我都觉得听到耳朵起点 我觉得就差一点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比较幸运的找到了最后两首歌 今天你来干嘛 美式嘉宾 确变 来录专辑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叫旧身份 很阴谋的名字 旧身份忘了算什么 旧身份这个歌 它你一听你就觉得很 很影视 就是可能秋天落叶的树下 然后两个分了手的人突然又擦肩而过 然后就是突然那个时候就慢动作下来 然后我还听你说 就那个时候突然就非常的隐世 有画面感 就身份的话 其实是反而是想把它往一个 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打榜歌上面去做 大家能够在K歌坊去尽情的 释放自己的那个一些情绪的一个方向做 所以整首歌出来的也是一个比较伤感的 但是很有力量的一个 一个抒情摇滚这样子 有点紧紧的 我现在也挺习惹的 习惹 车了好恶心 好的 只有五个人在接 哇哦 大阵仗 干什么 你的录音 有点紧紧的经验 习惹在演唱上 它是有很多设计 不同于我之前给Demo的设计 所以它其实在这几年演唱经验上 获得了非常多的新的内容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觉得它对作品的理解和演绎 变得更深刻 所以这里面也是分成了两个部分 两个可能性 一个有点是可能是互动式结局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是要 你是要成为旧身份 去结束这段感情 还是别为难心性 放过自己去打开新的可能性 去走向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身体 其实就是整体这个专辑下来 0.25 我们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 有时候可能感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占四分之一 0.25它就是一个 它甚至是一个进度表明 对0.25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可能有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开心开心 耶 录完了 专辑录完了 家人们 就是一个今年的十首目标完成 我们等这个发了 就等明年吧 明年再带新的作品出来 耶 期待期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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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